上蔣萬安出席月動館 動土典禮笑得燦爛 但台北幼兒園性情案 延燒整個週末 蔣萬安沒公開行程 只發一篇臉書 埃皮卸責 如今縱算出面 感到非常痛心 也非常的氣憤 追究到底 嚴懲不淡 我上任之後 在2023年7月接獲通報 第一時間就要求撤查 當月開始 我們即刻對新聞局負責人 停職撤銷幼兒園的許可設立 設立許可 終身不得任職 蔣萬強調自己2023年7月 接獲通報就積極處理 不過議員也質疑 明明2022年事情就發生 卻因為北檢部起訴 是否無積極作為 教育局甚至稱是不同案 不要混淆 但明明受案人就是同一人 而幼兒園繼續周身 狼屍也繼續任職 雖然我還沒上任 但教育局跟我回報 他們在當時即刻 也調閱了相關的監視器畫面 後來該案 全案偵查終結不起訴處分 2022年的時候 年終的時候我已經離職 按照規定有通報就一定有處理 那只是程序上 可能現在邀請台北市政府說明清楚 甚至最新還發現 該員長開的拖鷹中心換個名字 轉交給員工經營借殼上市 來跟家長一對一的聯繫 同時也協助有家長轉過的需求 也增加無預警的機場 不讓救援長有任何借殼上市的空間 你是卸任的市長 你應該擔起來 你要負起這個責任 而不是在第一個時間卸責 第一個時間做政治操作 從凱凱虐嬰案 一直到幼兒園性情案 蔣灣強調第一時間就嚴查 但這第一時間家長是否感受得到 恐怕打上大問號 三組黃直播 採用S9小組 台北 什麼的